第十趣什么眼睛 多久不仅我是 所以我看到 拿着 小空 还得了 是 是 希望下一秒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完全预料不到 我觉得死亡既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也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如果觉得它沉重 是因为生命实在是太沉重了 但是轻松地来看 觉得所有人不都是一样 所有事情都不是一样 我看见它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是热的 是软的 它是冷的 是硬的 温度在它的身上一点一点的消散 我就觉得它是一点点消失的 尸体只是一个躯壳而已 人的灵魂从这个躯壳里解脱了之后 它会新生的 入恋师的工作很简单 遗体接运过来之后 首先我们要对它做一个全身的清洗 清洗之后为它换上家属准备好的衣服 然后做一些消毒和化妆的工作 我是冯磊 今年25岁 我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曾经是一名入恋师 花饺子那种肉好一点 这个签在体会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是深夜党 然后正好就播了入恋师这部电影 当时看完以后又感触非常大 就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工作 对这个行业充满了好奇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份这样的工作 我们这个专业涉及到的课程有很多 从最开始最基本的一些病理学缝合之外 还会教一些雕塑 绘画 书法方面的一些知识 在我们学院关于我们系的传说有很多 就是传说我们系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池子 一个福尔玛林池 专门来存放各种各样的遗体 然后需要上课的时候就选出来一个给我们上课 还有的说一进我们系 然后手机信号都没有了 之前我们学院旁边一墙之隔 那边就是一个坟场 第一次从学院里过看见这些碑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这学院为什么到处都是墓碑呀 每个墓碑的附近都会别着一个红丝带 我不知道这是谁去这么刻意做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试者一个很好的尊重 我叫江涵 现在就读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殡仪学院我大儿了20岁 即将成为移民如脸师 那时候刚刚初三毕业 因为没有考好 就面临着复读初三 然后后来刚好那天在电视上看见了 就当时讲的是北京八宝山的一个入脸师吧 当时就看见之后就有种奇妙的感觉 就突然就是觉得想做要做 我是跟我爸妈商量过的 然后结果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来找我说不同一些事情 然后当天很恼火 在教室里面把自己桌子给掀了 发了一通火 那时候身份证我妈保管的 回家就把身份证偷了 然后自己买了车票 然后过去考试 在遇过程中 助脸师在按摩时动作轻柔 相比之下 会让家属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 因为之前熬夜 每天都三年过才睡 然后头发掉的不行不行的 掉的话没有吧 真的 其实自己挺伤心的 比赛完之后自己伤心了一晚上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能因拿第一名单 其实我一直以为出差前天晚上可以十点钟就去睡觉 结果后来因为我们的头膜出了点问题 然后我就把头膜带回了我的寝室 当时也是画了擦画了擦 就画了好几遍 画到那天晚上三点过 当时真的太累了 直接还没画完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画脑袋呢 一会跟你说啊 拜拜 快走啊 怎么被抹成这样子来了 你是不是说实习是吧 对我是学员防腐整容的 你是不是说实习是吧 对我是学员防腐整容的 你是不是说实习是吧 我叫江寒 长江的江三点水海洋的寒 来自四川省西长市 现在是大二防腐班的学生 然后我自己的意向是想做一线 想做防腐整容这样子 刚到这学校特别兴奋 说实话觉得自己挺牛逼的 但是后来工作了 我发现也许别人并不是很接受这份工作 之前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 我租了个房子 后来一开始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 后来知道了之后呢 他就打电话说他不想租了 当时我特别气愤 很气愤 甚至有的时候我就想反问他一句 我说你不死吗 难道以后 你那边见识的哪样 哪啊 就上面澳门那个 感觉被刷了吗 他不会要我的 也不算是被刷 但是因为我是大二的 他就是去别的地方了 上学期的暑假 是在昆明一家殡葬公司工作 然后工作的地点是医院太平间 然后每天是两班岛 当时在太平间住了一个月 因为是上夜班的原因嘛 所以说就必须住在里吧 能尝试离我们住的地方 就一个小过道那么长 住在里边没有那种 就是大家所说的 在太平间那种阴森啊 那种恐怖的感觉 就相当于就是一个 比较小一点的家 在实习的时候在太平间里边 就见过像一个凶杀案 被刑警队送过来的一个 就是说被埋了挺久的 然后被挖出来了之后 身上已经怎么说 就已经只剩下肌肉了 然后很干扁 而且当时脑袋也没有了 恐怖倒是没有觉得很恐怖 只是觉得就那种气味吧 就比较难以接受 照我同学的食谱来形容的话 就东北大酱汤味道 上课的时候老师是有提到过的 那股味道是没有办法洗掉的 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你皮肤里边去了 你把自己搓成皮下来 那股味道还是在你地方 你竟然不约我 就吓到了 你们还不走 这种什么味道 为什么不想去上课 就不想去啊 就是觉得不开心啊 为什么让我做最红啊 那我那天在上课人文课的时候 就咱们系刘柱子老师的课 他们说啊你什么系的 我就说 我说兵姨 好高大声啊 我也好想学兵姨 那这挣钱的行业 你们以后就挣钱了就记得我 其实说白了就一开始想来学这个专业嘛 就是为了好找工作 就是为了挣钱 当时以为就是高薪嘛 其实我感觉他们说的高薪外 也就是比普通的工薪阶层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每次一想到自己即将快成为移民入联士 想到以后自己工作的场景的时候 总是特别期待 想象中我毕业后做入联士的场景 就是每天上班一去就穿好防护服 戴好口罩 戴好手套就在下边 该化妆的化妆 该清洗的清洗 就每天就这么忙忙碌碌的 却心里面确实很开心的 因为我帮到了他们 我现在就特别希望自己能快点 学完专业知识 然后快点毕业 好好工作 就做自己想做的该做的 当初进我们学院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哇 我是变异系的 会觉得自己很厉害 去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也很乐意说 哇 我是变异系的 都会觉得我要好好做这份工作 然后让所有人都满意 因为这是一份很高尚的工作 后来大家参与了工作之后都会觉得 一开始在学校的时候 学到了一些态度很端正的东西 和在电影里看到的一些很用心的这种态度 在工作中完全用不到 我记得那一天也是中午十一点准备要下班了 突然来了一个就是说是车祸的需要马上做 是那个被炸斗车碾压过 上身引了三圈的一个阿姨 当时那个处理的难度非常大 然后我和同事基本上是从中午干到了下午 才把这一个才完成掉 然后之后又陆续的来了两个也是因为车祸 当时天气特别热 引起运过来的时候还是新鲜的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操作间也不是很封闭 有苍蝇 我们处理了两个小时之后 里面就已经有蛆虫了 那个速度非常非常快 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入联师来说 很多时候都接受不了这种场面 当时我和几个师傅已经到了 就是说我缝十几针 然后受不了了 然后换另外一个人再来缝十几针 可能这就是生活吧 然后就去慢慢地把它看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 没有那么高尚 把每天的工作做完 我回家不要来烦我 OK 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把工作服脱掉 然后洗澡的时候 就是热水从头上下来的时候 哇那感觉不要太爽 那时候 因为整个馆里只有我一个人 很大一片场地 突然有一天 我就想为什么不能玩滑板呢 然后我就买了个滑板 每天就在殡仪馆里面玩滑板 我其实还是很无聊 因为没有朋友嘛 交际圈也很小 因为干我们这行呢 都没几个朋友的话在当地 所以说没有什么事情做 很无聊 从安吉殡仪馆辞职之后 我就回到了家 也离开了这个行业 那天走的时候 就是当车从我们单位开出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 哇 我好像终于逃离这里的样子 当时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换一种 好一点的活法 我叫程程 今年25岁 在北京某医院的太平间工作 我是一名入联师 我一开始是在 在长沙民政学院的殡仪学院 在学习 大概是13年的10月份 调到北京 在我43岁的时候 我妈妈因为病去世了 那个时候我在学校上课 然后家里的亲戚来学校来找我 跟我们班主任说说我妈妈得病了 然后就是挺严重的说 让我回去看一下 回到家里之后 我妈妈已经神志不清了 120去的时候就已经说 就没有必要再抢救了 我就是最后帮我母亲就是 梳了一下头 对 把脸插了一下 当时就是因为有拽到 所以就是脸上它有一些 擦伤和浴青 然后走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看嘛 所以后来知道有这么一个专业 可以维侍者整理这种 我觉得也挺好的 像我的办公地点的话 就是在医院里移动楼的地下一层嘛 然后包括像告别厅啊 然后存遗体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值班室都是在地下一层 工作就是24小时到班制 就是上24小时 然后接下来的24小时我休息 一般下了班之后呢 我不太喜欢就是待在单位 因为我现在就是单位呢 那边就是对于 未婚的青年员工的话 管的比较一样就是 不能去在外面试制住房子 就是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 睡觉都要在这班这里睡 这样的生活的确挺压抑的 所以一般下了班之后呢 我都会出去走一走 我在单位的时候领导和同事 都有这样讲我 就感觉我什么都不在乎一样 只要说别违反底线的话 都无所谓 我记得有一次去病房接人吧 然后就是有一个家属 边哭边走出来 然后他看我就是特别淡定的 在那站着 然后他问我说 哎小伙人怎么不哭呢 说那个你看着这种情景 你心里不难受吗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就是每天都会接触这样的情景吗 或者可能多多少少 会就是有一点点麻木了吧 做住脸师能做多久的话 我其实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 还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嘛 其实北京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个城市 我可能不会留在北京 因为我觉得 留在北京的话 可能压力的确太大了 我觉得以后的话 可能会选择二线或者三线城市 自己创业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白银已经不是白银饭店的那个白银了 如果说是从来的路上看白银的话 白银确实很像是一个月球场的城市 因为周围都是一些戈壁 什么植物都没有的一些地貌 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很荒凉 为什么回来了 还是考虑父母和家庭多一点吧 因为 爸爸妈妈都在家这边 然后女朋友也在这边 所以说 还是想回来的 因为那边回来一趟还是太远了 我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没有回家过年 我一直很喜欢听这种水声 我感觉这种水声会让人很平静 就是说你心怀疑乱的时候 听听它就会觉得 就好像宗教的人去念各种经文 会让他心静一样 当初去选择不去做入练室这门工作 其实 就是 除了家庭的原因之外 我觉得自己也有一部分的原因 其中就是觉得 你有时候就是 去面对遗体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然后 甚至会产生一种厌恶感 就是你讨厌去看见这些东西 讨厌去看见遗体 讨厌去闻到那样的湿臭味 讨厌去见到那些残缺不全的尸体 就好像兽刑一样 你懂的那种感觉吗 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 死亡就在身边 是因为 之前 之前身边有个很重要的人 突然间就因为 因为车祸去世了 就感觉 死亡真的离自己特别特别急 当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凌晨 就在后面不远处的一个钉字路口 晚上我没有接到电话 然后第二天早上之后 朋友打电话说 他去世了 挂了电话马上就回来了 来到这场我心里就想 见了这么多的死亡 可能会对这样的一种死亡 没有什么太多的感情的一个宣泄 但是见到人之后 我发现就是 如果真的是自己身边的人 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去世了之后 你的感情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已经无限接近要永远在一起了 他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一场梦 我觉得 之前我把它设为手机屏保 或者是电脑屏幕的时候 他们都会问 这到底是谁 我说我是我的女朋友 他们都不会相信 当时我已经不做这一行了 但是我还是想给他 画一次妆 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 给别人做化妆的工作了吧 我觉得草和我们人一样 都是有生命的 他们会生长发芽 也会像我们一样死去的 我现在看到 尸体的话 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悲凉 因为我觉得 他的精神 会以另外一种方式 在另外一个地方延续下去吧 有时候会去想 我有时候会去想 但是也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 人在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阶段 觉得恋爱的这种感情 是大于一切的 会不顾一切的去珍惜这种东西 但是 在这个时候 年轻人总发现不了这其中的价值 我现在回看他们 好像就是 好像是在玩游戏 然后我已经读到了前面的剧情 然后我又跳回到之前的党 去看这些事情 又会觉得 你不应该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其实这样的劝说 还是不要的为好 因为 我希望他们每个人去走过 一段这样的路之后 让他们自己去选 不应该去随意去破坏 别人想去干好这份工作 这样的一个信念 这就是要 是的 这个信念 有个人 有个人 有个人